真诚他不要真诚 他要虚伪 他要欺骗 我们要亲近 他要污染 我们要平等 他要高下 他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要慈悲 他要自私自利 所以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 对他厉害 一丝毫妨碍都没有 学府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你真我让你 你要我给你 我得自在 你得不到自在 所以佛 不但是讲经说法 教法众生 一身作则 这个恩就大了 超过父母 父母对我们是 养育之恩 佛菩萨的恩得 是成就了我们 法身毁灭 破米开悟 是得自于佛菩萨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细心去观察 底下一句说 最有众生故 众生妄想执着 自己画小圈圈 来束缚自己 各立了 圣人的大道 这个错误了 这是什么呢 罪业 由于众生 自己造作的 自作自受 佛菩萨 不画圈圈 佛菩萨 不分宁偶 不分族类 也不分宗教 对于一切众生 真诚平等 小圈圈是怎么画成的呢 妄想分别执着 就画圈圈了 妄想画一个圈圈 分别在那个圈圈里 又画一个圈圈 执着在分别的 越画越小啊 画到最小啊 夫妻两个都不能相容 再画到小啊 自己一个人也无缘无故发脾气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一个四项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就在我们这个周边呢 我们常常看见的 一个人无缘无故 自己发牢骚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他还能容忍吗 这是罪业深重的现象 不能跟大众相处 他听了佛法 也知道看破放下好 也很想看破放下 偏偏进界线前呢 老毛病又发了 这个要知道 自己造业 自己收报啊 照碍了 执法的机遇 下面 阿南很感叹地说 法骨震三千 如何不得闻 法骨是形容 佛说法的音声呢 就像骨的音声 圆震 三千 是三千 大千世界 实在是 这是跟你讲真的 极其威胁的震动 我们讲心理 不要去讲物理 心理 很微弱的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 自己都没有觉察到 可是这一极其威胁的念头 立刻就传播 虚恐发解 社防祝福 在他那个地方 他就收到了 就接受到了 同样道理 社防祝福 讲经说法 二十四小时 没有一分一秒 简单 为什么我们听不到 我们这个六根 故障了 这身就像一个机器一样 像一个收音机 像个电视一样 故障了 受不到了 受不到 不是他的 所以这个音声 没有到我们这个地方 到了 我们本身有故障 眼看不到 画面看不到 眼有故障 声音听不到 耳有故障 这个故障 在佛法里面 叫做 业障 业障 如何突破 让我们了解 四十真相 我们看 虚云老和尚的年谱 那里记载的 不是假的 真的 虚老和尚 常常打坐 不知不觉 就入定 一出定 大概都是 一个星期 十来天 他曾经说过 在定中 他到了 多少天 听弥勒菩萨 讲经说法 参与 弥勒菩萨的法会 他坐在前面座位 还看到几个同伴 认识的 几位老法师 已经往生的 看到他们 也在坐 这是什么 这就说明 影像 他坐在那里 如如不动 影像 他接受到了 音声 他也接受到了 确确实实的 法骨 真三千 所以我们要晓得 受访 祝福菩萨 无时无刻 不说法 从来没有中断过 有点 有点 对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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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有点 我们要晓得